明星期的拍檔 會不會說自己可能是一個媽媽 又喜歡扮嬢 於是近年就開始覺得 我也希望可以加入這個 扮嬢行 對 其實就反而不是這回事 因為應該說我不是很會扮嬢 因為我對自己的要求不是那些天天要敷面膜 天天要做到很多事情在臉上的媽媽 我反而是真的投入去孩子成長的生活 但因為很投入的關係 其實有時候我們的時間是被他鎖得很厲害 令到我們是沒有時間去做自己的事 那怎樣呢? 為什麼我現在會喜歡網購這件事? 其實本來我自己是一個顧客 由一個顧客變成一個網購平台的大家一個合夥人 他一起去走這條路 其實是因為我自己是試過 當我停下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現在在等女兒一個小時 很悶 但我只會說你走開喝鹹茶不行 為什麼你駕駛車走得開 都已經回來了 如果傷心車接不到 那你會很擔心 其實大部份的媽媽都經常在那裡放下 在我肝鎮的過程中最好 我們會刺一下 我們的手機非常方便 會上網 不一定是上網購物的 或者上網會拿一些資訊 然後我發現原來我不是很簡單 那我就會迫資訊 就是等一個大家有很多衣服 扔下來的時候 我就不停地去看 咦? 啊!這件 不懂得搭配 啊! 怎樣呢? 即是很好 現在有些模特兒會穿好衣服 哦!是!是! 其實都會搭配到鞋子 有些褲子 有時候會搭配手袋 那方面 咦?做好了 那我開頭的時候 我自己怎樣買呢? 我是找了這件衣服 我就找了那一條褲子 因為呢 如果我再買這件衣服 我一會回去 不懂得塗 但是慢慢做熟了 那我覺得 咦?其實對於很多媽媽來說 是幫忙 因為他們沒有時間逛街 但是有時候 我都聽過一些媽媽說 哎!做了黃麵河 為什麼呢? 要照顧家裡 又沒有時間逛街 又不願意買多漂亮衣服 其實不是的 我回到家裡 我今天有很多事 就問我 太太今天有人送東西來 嘩!我可以送你拆禮物 其實她的心情是幾興奮的 是啊 但仍然沒有看到